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1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部分内容如下 问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和事实清单 称其掌握中国政府实验室活动新信息 攻击中国阻碍病毒溯源和虚假宣传 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为制造及泄露病毒 武汉病毒研究所同军方秘密合作等 强调必须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全面且不受限制的调查 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答 你提到的声明和清单充斥着阴谋论与谎言 这与美国个别政客对内消极抗议 对外竭力甩锅的作风一脉相承 所谓事实清单 是美方炮制的又一篇谎言清单 充分反映了美方有关政客为一己私利而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漠视生命违背科学 沉迷宣扬阴谋论热衷散播政治病毒的态度 这也是蓬佩奥这位谎言先生的最后疯狂 上述文件中 所谓中国政府阻止溯源调查和虚假宣传 与事实完全不符 面对未知的新冠病毒 中方第一时间为全球抗疫拉响了警报 第一时间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等关键信息 第一时间采取了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 为国际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 世卫组织和多国科学家认为 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 最灵活 最积极的防控措施 改变了疫情快速扩散流行的危险进程 减少了数十万病例的发生 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本着开放透明负责任态度 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 一直同世卫方面保持着密切沟通 去年2月和7月 中方在国内疫情防控任务 十分繁重的情况下 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 开展溯源国际合作 上周 世卫国际专家组已抵达武汉 同中方专家 开展新一轮溯源科研合作和交流 反观美方 个别政客将是否佩戴口罩 这种基本的防疫措施都进行政治化 在媒体等公开场合散布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实信息 长时间蓄意淡化疫情 扰乱视听 违背科学 误导民众 所谓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 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秘密军方背景的论调 均毫无科学和事实依据 这份所谓清单中的种种观点和信息 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根本站不住脚 世界上几乎所有顶级科学家和疾控专家 包括美国顶级疾控专家均公开予以否定 中方科学家也多次接受媒体采访 美国媒体更去过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实地参观采访 从专业角度介绍了有关管理和研究等情况 中方媒体已就疫情发布了谎言与真相系列 援引大量具体详实数字和事实进行了深入批驳 美国政府对这些真正的事实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恰恰说明在美方个别政客眼中 只要能够攻击抹黑中国 谎言也可以变为事实 我想强调 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 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 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 公开更多事实 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 回应国际社会的疑问 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希望美国个别政客尊重科学 拿出起码的良知 停止搞甩锅和政治博弈把戏 为国际溯源合作和国际抗议合作 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这才是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 即将下台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近两天发30多条推特 疯狂诋毁和抹黑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7日在推特上发推回击称 看 最后的疯狂的最佳表演 华春莹的这条推特 还贴出了蓬佩奥疯狂抹黑中国的推文 并且在这些推文上配上一张图片 图片上是蓬佩奥此前在一所大学演讲时 曾公开说道 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这恰恰是他为了一己之私利 不断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美关系 损害中国利益 也损害美国利益的罪证 蓬佩奥17日连发几十条推特 隶属自己过去几年 在对华问题上的所谓攻击 多数都是重复他一贯的论调 攻击中国共产党 构成真正威胁 中国渗透美国州立法机关和大学 向世界释放病毒等 在香港 新疆 人权 涉疫 中国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 大肆攻击指责中国 对此 华春莹称 这位以撒谎 欺骗 偷窃为荣的 美国首席外交官 再次让世人见识了 什么是将谎言外交 进行到底的末日疯狂 对于蓬佩奥不断炮制 并散播的政治病毒和政治谎言 中方已经多次用事实一一戳穿 他的反华表演没有市场 更不得人心 蓬佩奥的谎言外交 不仅使他的个人信誉已彻底破产 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 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 相信历史将会对他做出公正的审判 华春莹说 对于蓬佩奥吹嘘的功绩 华春莹指出 这恰恰是他为了一己之私利 不断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美关系 损害中国利益 也损害美国利益的罪证 世界看得非常清楚 我注意到 有很多媒体做出了评论 华春莹举例称 美国媒体报道说 蓬佩奥在卸任前 一直进行哗众取宠的 不体面的活动 他的推特账户上 到处是政治口号 以及自我吹嘘的成就 他自私自利的表演 可能会变得致命 蓬佩奥家乡堪萨斯州的媒体 也有社论说 他的任期使得世界眼中的美国 充满了悲伤愤怒和怜悯 蓬佩奥离职后 美国会更好 泰国曼谷邮报评论也认为 当被击败的军队撤退时 如果有时间 他们会在路上埋涉地雷 这就是蓬佩奥现在正在做的 还有美国的媒体 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蓬佩奥正在忙着 烧毁每一座桥 我想世界对他末日疯狂的真实意图 以及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看得是非常清楚的 华春莹强调 对于蓬佩奥近期行动 中国外交部上周名言 不想浪费时间批驳 而蓬佩奥行为 也受到了世界各地媒体注意 华盛顿邮报表示 蓬佩奥在他的国务卿最后日子 仍在推出令国际惊恶的政策 并以私人账号发帖 来巩固自己作为特朗普 美国优先主张第一宣扬者的遗产 即使特朗普政府其他内阁官员已经辞职 或在国会暴动后保持低调 但蓬佩奥却加倍支持特朗普 似乎想在2024年选总统 蓬佩奥本已是近年最政治化的国务卿 他对温和的批评也会发怒 他无视自己的顾问建议 继续为他私人的计划充钱 一些计划看来 专门令拜登制造麻烦 在蓬佩奥家乡州份 堪萨斯州 堪萨斯城新报直斥 蓬佩奥没有令堪萨斯州骄傲 美国在蓬佩奥掌权后 有否更受到尊重 当然没有 我们在世界眼中充满了悲伤 愤怒和可怜 蓬佩奥离职后 美国会更好 如果他决定永远远离他的家乡 堪萨斯州更会好得多 泰国曼谷邮报形容 溃败军队撤退时 有时间的话 往往会在身后埋雷 地雷可为胜利者造成伤亡 同时令失败者在恐慌和绝望之中 有点事情可干 这正是蓬佩奥在他充斥意识形态任期 完结之前在做的 地雷这比喻 想来并不恰当 地雷是隐藏的 而蓬佩奥正在光天化日之下纵火 这就是欧洲一位外长 近日称他为政治纵火狂的原因 这是焦土政策 英国卫报这样说 蓬佩奥对许多人来说望之不似人均 然而特朗普降低了标准 不要搞错 美国怒气冲冲 爱欺负人的国务卿 不是在看本周拜登就职典礼 而是在看自己2024年 如何打败拜登 或任何其他民主党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